畸形的异界怪物抓住手无缚机之力的女人 要让她尝试超乎宇宙的愉悦 随后便大开脑洞 现出真身 对着她开始大快躲移 可随着电流被切断 那一介怪物也随之消失 只留下一关不整的女人 在原地瑟瑟发抖 都怪这不属于人间的科学机器 女人愤怒地将电线全部拔掉 刚才地狱般的场景还历历在目 她不敢相信自己前一天还是个无神论者 现在却突然遭遇如此恶魔 这里原来是一伙实验人员的住址 连接着场地中间阴差结构的共振器 主角克劳福德在这里像往常一样调试 然后他启动了这台机器 随着设备的运行 他发出了奇怪的声音和光线 克劳福德的头开始感到不舒服 然后他惊讶地发现 在机器周围漂浮着奇怪的鱼类生物 他好奇地凑过去仔细看了看 但突然被这个生物攻击 脸上还被咬出了一个血洞 克劳福德匆匆关上机器跑出阁楼 急冲冲地敲了敲博士房间的门 直到博士打开了门 听到他说我们的研究终于成功了 这让博士瞬间眼前一亮 顿时困意全无 然后他们回到阁楼上 重新打开了共振器 奇怪的光再次覆盖整个房间 博士紧紧地贴在机器上满脸享受 嘴里不停地说着莫名其妙的话 我似乎看到了我从未见过的东西 克劳福德被博士的痴迷吓坏了 他想关掉机器 但他发现自己无法控制 博士越来越沉迷于这种影响 他让助手停止挣扎 因为有些不属于这个世界的东西已经来了 但实验室里发出这么大的噪音 引得隔壁女邻居不停抱怨 打电话报警来投诉 但自家的宠物 一不小心流到了大房子里 仿佛他也被一股神秘的力量所吸引 他在这里遇到了克劳福德 他用斧头惊慌失措地逃跑了 最后这名男子在门口被警察给控制 随后在调查房屋的过程中 警方还发现了失去头部的博士尸体 因为克劳福德的胡言乱语 他被抓后就送往了精神病院 为了调查案件 检察官派了一位名叫凯瑟琳的心理学家 来评估这名嫌疑犯的精神状态 在病理检查过程中 凯瑟琳发现他大脑中的松果腺生长异常 这似乎受到了共振器的影响 而科学界与玄学界 对于其独特的结构和功能 往往将他与人类的D6感联系在一起 被称为隐藏的眼睛 凯瑟琳看到这种情况后 并没有继续从医学的角度进行干预 而是对其形成的原因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 他说服检察官和医院把克劳福德交给自己 随后还派来了一个警察老黑 负责调查协助和保护 手续交接完成后 凯瑟琳带着男人离开医院 再次回到了那惊魂一夜的实验室 为了证明自己不是疯子 他告诉克劳福德必须得再做一次实验 进屋后凯瑟琳和老黑开始检查 满屋子布满电缆 地下室就有电源总开关 所有能量都输送到阁楼的实验场地 在二楼他们还发现了一个装饰成SM风格的房间 这里有各种各样的刑具和服装 这个房间就是已经死去博士的卧室 录像机里还有他自己录制的游戏视频 看来博士私底下也是个有特殊爱好的人 然后他们去阁楼查看关键的共振器 克劳福德一进屋就跑掉了 他找到了一把斧头想用来破坏机器 老黑迅速阻止了他 克劳福德在凯瑟琳的安慰下被说服了 于是他开始修复共振器 晚上克劳福德告诉他们机器可以使用了 凯瑟琳高兴地点了点头 然后克劳福德又重新启动了机器 三个人的脑海里都有一种奇怪的感觉 凯瑟琳等人表现出一些春天的涟漪 这一次奇怪的鱼类生物 又开始出现在机器周围 不敢置信的巴布忍不住好奇 朝着他们靠近 不出意料他也遭到了突然的袭击 他的手腕被咬下了一块肉 就在关闭设备的最后一刻 发生了几个人最意想不到的事情 原本被斩首的博士竟出现在仪器旁边 他的身体已经变得诡异畸形 可他却赞赏这种美丽多变的状态 现在的他已经脱离肉体繁胎 成为了跨越维度的存在 这让人恶心的画面 克劳福德迅速关闭了设备 教授和生物也随之消失在眼前 现实空间也恢复了正常 第二天一早 两个大男人都还在害怕昨晚的恐怖场景 但凯瑟琳却显得异常兴奋 他略有余味地给每个人做早餐 然后解释机器对每个人的生理影响 他不仅可以激发我们的感知 还能促进生理欲望 之后他开始请求男主再用一次机器 当然两个男人听到这个立马拒绝了 但凯瑟琳讲述了一个 关于他父亲因脑癌而遭受折磨的故事 他希望这台机器能够起到积极的作用 但两人还是不同意 老黑的意思是 既然这里的调查都明白了 那也没什么好多呆的了 现在先补一觉 然后全员撤退 这个鬼地方是不能再留下来了 几个人休息后 凯瑟琳突然觉得脑子里有什么声音 他穿着睡衣迷迷糊糊地走到阁楼 稀里糊涂地打开了共振器 这一次游戏王又现身了 不光抓住了凯瑟琳 还化身为美版加藤英 启动了金手指 想速速通关 当克劳福德听到动静来临时 他发现没有办法接近机器开关 于是他和老黑跑到地下室 准备把电门给拉下来 在地下室里 他们遇到了另一个 因共振器影响而出现的异毒生物 一个巨大的杀人蠕虫 一口就含住了克劳福德 而且在阁楼里 博士也同样在吞噬着凯瑟琳 震气这才得以失效了 两人也脱离了危险 但克劳福德被吐出来后 全身的毛几乎都被薅吐了 随后老黑把他们带到了博士的房间 把克劳福德放在床上休息 让凯瑟琳穿好衣服 等他收拾好东西就离开了 可房间里那些有趣的小玩具 激发了凯瑟琳潜在的属性 凯瑟琳不受控制地穿上那些衣服 开始与光秃秃的男主 进行了友好的交流联机 刚好老黑回来看到这一幕 玩嗨了的凯瑟琳邀请对方一同加入 但过于正直的老黑还是谢绝了三人行 就在这时 房子里的各种电线突然自动连接起来 阁楼里的供振器开始自动运行 克劳福德从床上跳了起来 拉着两个人跑到阁楼 凯瑟琳只穿着睡袍跟着 供振器在阁楼中自动运行 功率比之前的还大 这一次房间里出现了很多奇怪的生物 包括一种新的蝗虫生物 他们袭击了老黑 把他抓成一滩肉泥 然后不出意外那个教授又来了 这一次他的形象变得更加扭曲和抽象 当他看到凯瑟琳如此曼妙可人时 他无法忍受兴奋 从额头伸出一个小触手 这是便易发育的松果线 他一边缠着凯瑟琳 一边蛊惑克劳福德 最后男主的额头也裂开了 松果线从里面钻了出来 这是人类传说中的第三只眼睛 他惊叹眼前的新世界是如此美妙 获得新视野的男主一时无法忍受晕倒在地 凯瑟琳终于成功地用灭火器自救了 他使用泡沫使共振器短路 使空间恢复了正常 然后两人都被送到了精神医院 检察官又赶了过来 但现在凯瑟琳的话对他们来说就像胡说八道 最终被判定为精神问题 准备给他一套养永性疗程 昏迷的克劳福德此时醒来 他感到极度虚弱 开始寻找食物 他沿着气味找到了一个内脏储藏室 翻出脑花开始大快躲一举 面对发现他的医生 克劳福德也放弃了解释 他的松果体又伸了出来 按住医生咬了他的眼睛 尽情损悉着他的大脑 随后克劳福德在医院门口开始了自助餐 然后逃出了医院 凯瑟琳也趁乱挣脱了束缚 他抢了一辆车开到实验室 这次他明白这个共振器不应该属于这个世界 为了彻底摧毁这台机器 他找到了一颗定时炸弹 看到这一点 克劳福德也追了过去 在实验室里克劳福德抓住了凯瑟琳 把他绑在那个博士快乐物 这时由于松果体的影响 他无法控制自己 又把嘴伸向了凯瑟琳的眼睛 但凯瑟琳奋力挣扎 咬断了他那根松果体 失去松果体的男主 似乎也恢复了一些神志 但此时共振器再次自我启动 游戏王博士又来了 这一次他更兴奋地看着被捆绑的凯瑟琳 但男主没有再被他迷惑了 他对以前的教授说了最恶毒的语言 但还是不敌这丑陋的怪物 落得与博士当初一样的下场 不过刚好给了凯瑟琳逃跑的机会 可是克劳福德并没有因此死亡 而是化为与博士同样的存在 二者相互吞噬 最后克劳福德压制了博士 在炸弹爆炸的那一刻 凯瑟琳终于打破了窗户 但阁楼有三层楼高 虽然救了他的命 但他经历了所有这些折磨 看着他折断的腿 凯瑟琳的散指也趋近为零 面对旁观者 他歇斯底里的哭笑不得 咱们给出发了